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可能让中国进口商品面临更高的关税 随着共和党即将掌控国会 这一呼吁无疑会激发新的立法动作 报告中还提到 应该关闭微量商品漏洞 这使得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口 这一政策被批评为 给予中国电子商务产品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此外 报告强调了建立大型人工智能计划的重要性 并指出 快速的投资与协调 对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这一系列的建议无疑标志着美国 对中国威胁的深刻理解和强烈警觉 所以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将面临何种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 我们将首先深入探讨来自华盛顿邮报的重要报道 该报道揭示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两党委员会对美国国会的建议 这些建议旨在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安全威胁 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最新年度报告中 建议撤销中国的正常贸易状态 关闭中国电子商务商品的免税漏洞 并启动一项类似曼哈顿计划规模的大项目 以超越中国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上的发展 这是该委员会第一次一致建议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地位 这一地位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一直是美中贸易的基石 如果国会听从这一建议 可能会彻底改变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并可能使中国进口面临显著更高的关税 委员会主席罗宾·克利夫兰表示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国际组织和指南范围内采取打地属实政策 来应对中国日益增加且野心勃勃地规避法律 或利用贸易漏洞的努力 我们的政府更迭不应创造任何机会 也不应对中国构成我们时代最重要经济威胁的共识 产生任何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 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承诺 将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 而撤销中国的优惠贸易地位正式 实现这一承诺的途径之一 在PNTR地位确立之前 中国曾面临更高的关税 这些关税需要年度国会审议 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将中国与古巴、朝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国 置于同一贸易类别 委员会建议撤销中国的PNTR地位 也反映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立法者中日益增长的势头 今年 两党组成的众议院 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 就呼吁重新协商中国的贸易地位 上周 密歇根州共和党议员约翰·穆伦娜提出了立法 要求根据新规则废除中国的贸易特权 这些规则将对中国商品征收35%的基准关税 并有可能提高到100% 针对这些建议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 委员会的报告充满了虚假信息和抹黑 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他警告称将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拉回冷战时代的做法 违反WTO规则 只会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并扰乱全球经济 此外 报告还敦促国会关闭所谓的轻免税漏洞 目前 该政策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免税进入美国 批评者认为 这给了中国电子商务产品不公平的优势 同时可能使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物质 更容易绕过海关 白宫在9月份 已经采取措施减少符合这一豁免的产品数量 在过去的10年里 进入美国的轻免税货物数量 从1.4亿增加到超过10亿件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报告还呼吁国会设立并资助一个大规模项目 使美国成为人工智能超级大国 委员会成员雅各布·赫尔伯格指出 类似于二战期间导致原子弹开发的曼哈顿计划 这一项目需要迅速投资和协调 以确保美国在人工通用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人工通用智能是旨在实现或超越人类能力的人工智能分支 在报告发布之际 共和党即将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 承诺推行严格的对华立法议程 上周习近平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会晤 这可能是本届政府最后一次面对面的领导人级别对话 两位领导人都呼吁在预期的挑战性过渡之前稳定两国关系 成立于2000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由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选出的12人组成 曾帮助推动对中国关键立法的两党共识 包括扩大出口管制和对中国电信公司的限制 尽管如此 委员会成员在报告发布前表示 这些新建议并不是对中国威胁姿态的巨变 而是反映了对中国雄心和缺乏合作的加深了解 委员会成员亚伦·弗里德伯格谈到 这些建议反映了美国对与中国敌对和竞争的深刻理解的加深和广泛传播 我们看到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升级 对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未来的一大考验 这一局势不仅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动向 也对全球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之音的报道则提到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星期二11月19日向国会递交了其2024年度报告 提出了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美中经济与技术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 包括首次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以及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人工智能 AI研发项目 USCC首次明确建议国会取消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来享有的PNTR地位 这一政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 但委员会认为中国未能兑现其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承诺 通过市场准入限制 知识产权盗窃 国家补贴 经济胁迫等行为 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几十年来 我们采取了打地属实的政策 通过国际组织和规则框架 试图应对中国日益增加 且愈发大胆地规避法律 或利用贸易漏洞的行为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引述委员会主席罗宾 克利夫兰 Robin Cleveland的话报道说 我们政府的更迭不应让中国有任何可乘之机 也不应让人对这样一个共识产生任何怀疑 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威胁 如果国会采纳该建议 中国商品将面临显著升高的关税 其贸易地位也将降至于朝鲜 古巴和俄罗斯等国家相同的水平 美国国会也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 就在上周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简称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 提议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重新谈判 该委员会主席 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 穆伦纳尔 詹姆勒纳尔 在11月14日提出一项废除中国PNTR地位的议案 根据议案 一旦这一贸易地位被废除 中国商品将被征收35%的基准关税 且有可能将这一税率提高至100%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竞选期间就已经承诺 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 报告建议国会启动一个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倡议 为抢先开发出通用人工智能AGI提供资金 使美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强国 以应对与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 AGI指的是与人类一样智能 或比人类更加智能的AI系统 其表现将胜过最敏锐的人类智慧 在每一项任务中的表现 报告说 根据亚马逊云科技AWS的解释 AGI是一个人工智能理论研究领域 研究如何开发具有类人智能和自学能力的软件 其目标是让软件能够执行训练 或开发目的之外的任务 当前的AI技术军依靠一组预先确定的参数运行 作为一项理论研究 AGI旨在开发具有自主自我控制 合理的自我理解 以及新技能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 具有人类能力的AGI 仍然只是理论概念和研究目标 人工智能被视为21世纪全球竞争的关键技术领域 美国目前在AI技术上总体领先 但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巨额投资 庞大的数据资源和居民融合政策 正迅速缩小差距 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领先美国 中国正在AI能力方面取得快速进展 并进行引人注目的投资 中国开发AI不仅是为了更广泛地推动其经济增长 还包括军事用途 例如自主无人系统 数据处理 决策支持 以及认知战领域的应用 报告中说 报告强调 推动AGI的发展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 但报告中未提供任何具体的投资策略 曼哈顿计划是二战期间 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大规模合作项目 最终促成了原子弹研制成功 历史告诉我们 那些能够率先利用技术快速变革时期的国家 往往能够对全球力量平衡造成重大影响 USCC委员会成员 帕兰提尔技术公司 Pallantir 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雅各布 赫尔伯格 Jacob Heilberg 对路透社Reuters表示 中国正在全力冲刺AGI 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对待这一威胁 赫尔伯格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AGI将带来军事能力上完全的体系性转变 委员会敦促国会指示五角大楼为AI开发项目赋予 DX评级地位 使其在资金和资源分配上享有最高优先级 DX评级 Defense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s System DX Rating 是美国国防部的一种优先级分类 用于确保关键国防项目在资源分配和供应链中 享有最高优先权 通常适用于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项目 USCC年度报告亮点还包括 废除小额豁免政策 委员会敦促国会取消 对零售价值低于800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 报告指出 这项被称为小额豁免的minimized政策 为中国电商产品提供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除了免关税之外 小额豁免政策也让这些商品 免受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严格检查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有批评人士认为这项政策 也可能让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物品 更容易绕过海关的审查 以及收紧美中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 USCC这份长达793页 包含32项建议的报告 几乎涵盖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 除了经贸科技竞争之外 报告也涉及美中之间在地缘安全 外交和人权等方面的议题 其中涉专门章节讨论了台湾 香港问题和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报告也提及了中国的人权问题 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和反介入能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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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